传载400家号作者NBA制造火箭有的一好消息,保罗未来锁定休斯顿,灯泡组合将长期联手现在已经33岁的克里斯保罗在今年夏天和火箭队需约之前放出的口风还是比较硬的, 那时候据说保罗坚持,向火箭队所要长期领行合同,不过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已经是33岁的老将了,保罗未来的颠崩期不知道还有多久,用最后一份大合同为下半生多赚点钱也是应该的,不过火箭队在考虑之后还是决定与保罗设约,四年1.6亿,这是保罗的新合同,看起来有点大, 不过比起传说中的五年顶心来说要好了很多,我们也能够从中看出莫雷的努力,毕竟五年后38岁的保罗拿着4000万左右的年薪有点太不可思议了, 而保罗的巅峰期,看起来只有二到三年了,在这期间他一定要与哈登联手尽快争挂,不则世纪就将不再,而今天的一条好消息是,保罗又用自己的方式,与火箭队未来长期锁定在一起了, 据洛杉矶市保证,现在保罗已经把自己位于加州某处的豪宅卖掉了,这处豪宅是在2006年建成了,2015年保罗花费了900万美元买下, 而现在保罗却以1105万美元卖出,卖豪宅并不算什么,而这其中的意义很大,首先保罗卖掉了洛杉矶的房子, 也说明了未来他只在萧斯顿着根,别的球队是哪也不会去的,未来几年之中,保罗将与火箭队一直在一起, 他将为火箭队的总冠军而努力,出了现在报到的这套房子,在过去这12个月当中,保罗还分别把他在洛杉矶贝莱尔, 伍德兰西尔斯的两处房产都出手了,看起来在保罗是不打算再回到洛杉矶了,卖掉房子, 也表明了未来保罗扎盖与火箭队的决心,毕竟未来四年也可能是保罗职业生涯的最后四年, 在这四年里是火箭队出成绩的时候,哈登现在也已经29岁了, 四年过后33岁的哈登估计游箱里也不会剩下多少游,而且体力问题一直是哈登的弱点, 因此对于哈登来说,现在正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顶峰,也就是说, 在未来至少四年内,保罗与哈登的灯泡组合,将成为火箭队的长期双核心, 虽然围照在他们二人身边的几色球员可能会换了一叉又一叉, 但是能够在未来几年内一直要火箭队对总冠军保持冲击力, 这大概是最为难得的,尤其是未来火箭队不排除再得到另一位巨星, 那么再加上小佩拉、葛登、火箭队的独冠计划大有希望。